白泽柳 你到底怎么了 是我做错了什么 你要对我这么冷漠呀 我们之前明明都说过 要互相坦诚的 泽柳 谢谢你今天来帮我们拍摄 没事 应该的 再放高一点 再放高一点 看我买了新风筝 没想到你剪下来了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把它拿下来了 没事 要不我们还是放这个新风筝吧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白泽柳 你怎么了呀 泽柳 你说话 白泽柳 你到底怎么了 是我做错了什么 你要对我这么冷漠呀 我们之前明明都说过 要互相坦诚的 好 那我告诉你 我昨天从我姐那边 听过了一段录音 录音的内容 是你亲口向她承认 说你和我在一起 只是为了利用我 对吗 不 不是的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说 就是 卫衣姐 电话 卫衣 王大 家里出事了 我活不成了 你快回来吧 你还想要 孙柳 我家里有急事 你等我回来 再给你解写这一切 你等我啊 你 谁啊 孙世奇 搬迁了吗 你不看新闻的吗 什么细闻 孙氏企业被查明 在食品中添加围禁添加剂 此添加剂证实 会对儿童大脑产生不利 律师 我跟你说啊 昨天一夜之间 这里全部被查封了 女儿 对不起 现在一切都完了 光是那些孩子的意料费 也就是一大笔数目 我这辈子难以翻身了 我走了 你要好好保重自己 等风头过去了 我才回来 草芝现在 何必当初呢